这头油猪吃饱过后出门散步 怎料却被前方的猫幼群盯上 它们全体出动 直接将油猪团团围主 对着油猪一顿猛咬 怎料被攻击的油猪却半点反抗的意思 直接躺在地上任由猫幼作茧 这是为什么 原来猫幼是在清理油猪身上的狮子和害虫 所以油猪不但不攻击它们 反而还会一连享受的待在原地 这可是免费的清洁工 何乐而不为呢 而在非洲草原还生活着这样一群鸟 名为牛粮鸟 它们也是干起了清洁工的工作 不只会吃掉它们身上的寄生虫 跳蚤 苍蝇等 还会为动物树立麻坝 是不是非常贴心呢 然而牛粮鸟与大型动物之间 还存在着复杂的爱恨情仇 它们极为腹黑 除了是蜀虫专家 它也是吸血怪咖 它会将动物们的身体灼伤 吸食它们的血液 许多动物会因为伤口感染从而死亡 因此有着一半天使 一半恶魔的称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